2020年5月14日在中國大約上午7時半 報告以上一日為止增加了6個確診 中國報告的確診數目是84,464 現有確診減少了21個去到剛剛不夠200,199 全疫數目增加了27個 無症狀感染者增加了12個 死亡沒有增加,境外輸入也沒有增加 中國現在發現國內也有重現的跡象 所以昨天已經準備準備在武漢市 千多萬市民100%做核酸測試 是否繼續有大群 而將一些發病的小區優先做 我們看看後勤做成怎樣 現在全世界已達到442萬2100多個確診 死亡數字非常接近30萬 現在是297500多個 相信明天就會過30萬 而在分佈方面 重災區仍然是美國 美國比上天多了將近2萬個確診 是19110多個 去到1427000多個 死亡數字增加了1616 去到85000多人 美國現在的死亡數字 已經超過了中國的確診數字 在世界方面 在世界方面 確診增加了84700多個確診 死亡增加了5101 所以 相信明天就會是450萬人確診 而現在是超過30萬人死亡 西班牙多了1575個確診 去到271,000多個確診 死亡數字是180多個 現在好像慢慢緩和下來了 俄羅斯的確診 俄羅斯多了1028個 去到24萬多 英國 多了3200多 去到229000多 死亡數字是494 意大利增加了888 8888 去到222100多 死亡數字增加了將近200 195 巴西上升了11000多 這就是貼著第三名 現在的新增確診數目 去到18萬多 不知為何會失去新增數目 接著是德國等等 在美國那邊 我用他們的新增數目 和大家排 排最多的新增數目 就是紐約 多了將近2000人 1991 伊利諾州多了1670多日 去到84000多 加利福利亞州多了1590多 去到72000多 加利福利亞州多了1100多 去到8萬 Texas 德薩斯州多了1110多 去到42000多 在歐洲那邊 俄羅斯是最大的疫區 這裏一樣是和大家排 就是新增確診的次序 所以俄羅斯先走 一萬人過多的確診 接著來了英國 英國3200多人確診 去到229000多 土耳其增加了1639 去到143000多 西班牙增加了1500多 去到27萬多 等等 亚洲這邊 亚洲這邊 亦一樣是按照新增確診 來排斥序 最高現在就是俄羅斯 印度很可能 過兩天就會追過中國的確診數目 印度上升了3763個確診 去到78000多 死亡那邊 他就說增加了136 我懷疑他可能有很多死亡數字 沒有報出來 巴基市產多了2624 去到35000多 伊朗多了近2000人 去到32000多 沙地阿拉伯 將近19900多人 去到44000多 土耳其增加了1600多 去到14萬多 等等 非洲那邊 現在總共增加了2643 去到72000多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南非 724個新增 去到12000多 埃及增加了388 去到1 1萬0多 其他就是幾百個新增 澳洲這邊 澳洲這邊 澳洲仍然是繼續有新增案例 我仍然覺得這個數字是不對的 不過官方數字也未出來 所以我要今晚才跟大家報告 南美那邊 巴西增加了11000多 去到18萬多 整個州增加了19000多 巴西渣佔了一半有多 其他地方就是秘魯 增加了4000多 去到76000多 智利增加了2600多 去到34000多 去到12000多 北美就是最大疫情 只是美國本身 已經佔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全世界的確診數目 它也增加接近2萬人 接下來是墨西哥 墨西哥增加了近2千人 去到38000多 加拿大增加了1100多 去到72000多 Dominica Republic 多了200多 去到11000多 這就是今天的確診情況 希望 仍然希望世界早點完結這件事 就會要注意到 我差不多 已經分居了 請我們再學習一下